简单温存后 彼得让葛温先请离开 而自己则去引开保安 进入爹地的葛温刚松一口气 可不料哈尼居然就在身边 哈尼提到两人分手的事 这让葛温有些尴尬 他希望葛温去说服彼得 为了自己找到蜘蛛侠 这样对彼此都好 同时这一位最后 拿葛温报复彼得埋下伏笔 画面一转 来到一个名为雷文科洛夫特的精神病监狱 这是漫威专门关押 超能力精神病患者的监狱 毒业二中的屠杀就曾被关在这里 不过这时 院长卡夫卡正在对麦克斯进行着研究 漫画中卡夫卡其实是女性 电影则被改成了男人 而他研究的方式 就是像杨某星一样 不断奠击麦克斯以获取数据 麦克斯一边承认了电机 一边威胁说 你们最好趁现在就弄死我 否则我早晚把你们和蜘蛛侠全部杀掉 并且他自称为电光人 随后一道脉窗从他体内迸发 将卡夫卡的眼睛都崩裂了 眼见对方如此强大 光头董事也下令叫停了实验 然后画面一转 回到家的彼得 发现梅神站在自己的房间里 看着满墙有关父亲的资料 脸上写满了震惊 眼看藏不住了 彼得索性开口 希望从梅神这里了解更多 起初梅神并不愿意告诉彼得真相 因为他真的把彼得视如己出 他担心真相会让彼得受到伤害 但在彼得的安抚和保证下 梅神最终还是说出他所知道的一切 原来 在理查了葬礼后 有两个政府人员来找到他们 说理查的经营研究非常值钱 他之所以离开 是要将研究成果卖给别的国家 而这番说辞让彼得无法接受 梅神同样也这么认为 但他也找不到别的解释 所以一直都瞒着彼得 随后画面来到了哈利的家中 哈利被一声呼喊吵醒 睁开眼发现 居然是自己心心念念的蜘蛛侠 哈利联盟起身迎接对方的到来 但让他没有想到的是 蜘蛛侠却拒绝将学业给他 并且还不断警告这有多么的危险 但此时的哈利先根本听不进去 他转而提出用高价埋血 但被蜘蛛侠再次拒绝并离开 这下让哈利既绝望又愤怒 而彼得在窗外听到一切 心中也满是愧疚 一直以来 粉丝对于这段初女都十分不满 认为哈利黑话以及结局的悲剧 都是彼得没有把话说清楚所导致的 如果身为彼得的时候没法细说 但身为蜘蛛侠的时候 他完全可以把血液的危害以及西医博士的悲剧内幕告诉哈利 或许就不会让他记恨上自己 再不记得就像哈利所说的 彼得也可以尝得将血给哈利 本来哈利也确实快死了 怎么都是意思 总得试试对吧 当然这或许并不是最优解 但至少从如今的争议来看 有关哈利动机和转变的情节设计 确实存在缺陷 远没有脱皮板来的自然 而说回电影 到了葛温面试牛津大学的日子 彼得突然出现 因为被父母和哈利的事弄得心烦意乱 他只想找葛温倾诉 可当他回过神来的时候 却发现已经到了面试现场 彼得顿时尴尬的胡言乱语 最终葛温叫出来彼得 说出了那句早该说出的话 对于生活 他们都应该学会面对 看着葛温离开 彼得的心理五味杂成 在三点片段中 有一段彼得在屋顶独自难过的镜头 随后彼得回到家中 扯掉墙上的一切 就如同葛温所说 他不再对父亲抱有幻想 可当他砸烂父亲的计算器后 却在里面掉出了许多硬币 彼得这才发现 里面暗藏玄机 与此同时 没省此前的话 也在脑中响起 哈利可搜索起他父亲 曾经坐的那班地铁 结果还真被他发现了线索 所谓的罗斯福 指的原来是被废弃了罗斯福车站 另一边 哈利独自喝着闷酒 女助女关切了前来问候 哈利漫不经心地表示 只有那些变异的蜘蛛 能让自己振作 但早在此前 那些蜘蛛 就已经收到希腊博士事件的牵连 连带者被全部销毁 但没有想到 女助女却告诉她 她偷听到高层级地 偷偷留下编译蜘蛛的毒液 用作为了的研究 而这个消息 让哈利大为振奋 在得知毒液 被保存在一个名叫 特殊项目的地方后 哈利当即进行了检索 结果眼前的资料 让他大为震惊 麦克斯的事故 以及精神病监狱的研究 全都被摆在了他的眼前 可还没有等他反应过来 光头董事营带人冲了进来 先发制人将所有的罪行 都安在了哈利的身上 因由此借口将其开除 哈利对这一切感到十分愤怒 但碍于敌强我弱 他也只能暂时认输 最后只能自己走出来公司 而彼得这边 他来到了罗斯福车站 在破解机关后 一个秘密实验室 赫然出现在他眼前 随着电源连接 里面的电脑时隔多年 也终于将 理查德商传的资料下载完毕 彼得点开资料 发现是一个父亲录制的视频 而真相也终于浮出了水面 原来和别国勾结的 其实是奥斯本公司 他们的目的是 用研究成果制造生化武器 并且还构陷里查德 在发现这一切后 里查德想要带着研究成果离开 并且他还留了一手 他给蜘蛛注射了自己的DNA 这意味着 只有里查德的血脉 才能享用研究的成果 但自己离开后 这也意味着 将永远离开儿子 这让他十分内疚 随后就介绍了电影开头的部分 得知真相后的彼得 被父亲深深的感动 但此时此刻 哈利独自来到了精神病监狱 放倒守卫后 伪装成工作人员昏了进去 并且拉下了警报 向安保引走 来到了电光人的牢房 停掉了对其注射的针印记后 哈利立刻提出了合作 起诉电光人并没有答应 但在哈利表示 自己需要电光人后 仿佛口令正确般 电光人化作电流 震脱了束缚 顺天干掉了所有人 将折磨自己的院长 送上电影后 反蜘蛛侠联盟正式成立 但此时 彼得刚从地铁站出来 同时收到葛温的留言 得知对方已经通过了 牛津的面试 现在正前往机场 而这条信息也算作告别 在三点片段中 葛温去找彼得 却发现只有梅沈在家 随后她的梅沈 替他给彼得带句话 回到电影 奥斯本公司内 监控突然全部失灵 下属意识到不对 本想让光头董事离开 但却被电光人偷袭 当场毙命 随后 哈尼走了进来 要挟光头董事 带他们进入特别项目市 可还没有等哈尼说完 光头董事就开始破口大骂 于是电光人只能选择让其闭嘴 接着 电光人又一击电机 让光头董事恢复了心跳 随后 双方分头行动 哈尼要挟董事前往特别项目市 而电光人则去破坏电网 很快 哈尼他们来到了秘密实验室 这里全都是奥斯本科技的最高研究成果 除了此前出现的飞行战衣外 还能瞥见一闪而勾的章鱼触手 没多久 他们就找到了蜘蛛毒液 哈尼当即让董事将毒液出射进自己的体内 起初哈尼感觉 毒液生效的兴奋无比 可很快 他的身体就出现了异变 不仅浑身血管爆气 四肢骨骼牙齿也逐渐扭曲变形 最后 哈尼爬到了飞行战衣跟前 在战衣自动治愈的功效下 哈尼的身体反而达到了一个微妙的平衡 约线板到这里就没了 但在三点片段中 哈尼穿上战衣后 找到了此前逃跑的光头董事 并且将其杀死 随后他在奥斯本公司内大肆破坏 还被女主理菲尼西亚看见 随后哈尼才离开 如果不看三点片段的话 会觉得哈尼的戏份有些少 而且光头董事的结局也没有了下文 我们回到电影 在葛温这边 这时他就被堵在路上 在司机惊诧的呼声中 葛温这才发现 在远处的大桥上 蜘蛛侠用猪网拼出了一句话 正是I love you 葛温见状十分开心 联盟下车查看 而这时蜘蛛侠也将葛温带走 随后两人在桥上深情告白 彼得承认不愿意和葛温分开 于是他决定和葛温一起前往英国 接着便稳在一起 但就在这时 全程的电力却突然瘫痪 原来是电光人破坏了发电站 为了增加紧张的气氛 电力在这里增加了一个情节 假如蜘蛛侠无法在短时间恢复电力 那飞机失去地面的指挥 最终将会在空中相撞 击毁人亡 为了对付电光人 葛温提议 通过将彼得整个人词化 不是这个词化 来暂时抵消电能 而这也确实说到了彼得的盲区 并且这也是葛温深受粉丝喜爱的原因 他总是在关键的时刻 给蜘蛛侠提供帮助 同时这也是为什么 粉丝特别喜欢托比 以及讨厌荷兰蒂 因为前者永远自力更生 被称为最强大的蜘蛛侠 而后者总是需要人帮忙擦屁股 可以说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极端 而嘉飞则刚刚处在两者的中间 既有独立面对困难的高光 也有和别人通力合作的时刻 蜘蛛侠和葛温接触警方的帮助 顺利完成了词化 但当葛温提供他看过发电章的设计图 要和蜘蛛侠一起前往时 却遭到了后者的拒绝 眼看无法劝阻 蜘蛛侠只能将葛温连在警车上 独自离开 电影里 葛温愤怒地喊出了彼得的名字 但实际上 这其实是石头姐的口误 剧本里 这里葛温应该喊的是蜘蛛侠 但在拍摄的时候 却错喊成了彼得 石头姐发现错误后 下意识捂住了嘴 结果反而因为效果绝佳 被导演保留进了正片 与此同时 电光人银吸收了全城的电力 变得异常强大 城市各处都能看到电光人的影子 蜘蛛侠就这样 在电流间来回穿梭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